主料,土豆200克,培根80克,洋葱80克,酸黄瓜50克,主量,黑胡椒碎,盐,沙拉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先说说土豆,一般,我是用微波冰熟的有快又方便,但要注意时间,不要太干了方法是,一个土豆刷洗干净,带着表面的水分放入烂热容器中, 加盖,微波高火6分钟左右,中间要选出发面一次,然后用筷子说一下,如果中间适应的,就在微波一会,定熟的土豆去皮,对贴,再切成片,的是土豆沙拉的做法,锅中加少许干热油,香火炒香洋葱,将黑的木加入炒香,微干,加入熟的土豆片,翻炒均匀,加入现磨黑胡椒醉拌匀后, 马上关火,放入酸黄化木拌匀,稍微晾凉,最后加入适量的沙拉酱拌匀,也可以质情添加点击,填写制作步骤和技巧,烹饪技巧,如果是用微波炉蒸土豆,一定要注意观察,以免时间过长化了硬,熟土豆片不用炒成土豆泥,却要大大小小的才好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